作詞曲 李宗盛 弔人 놓 walked to you 《沖五白》 把枕花瓦 disappoint you 作詞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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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曲chy 都是清风 看过的听过的 不会是梦 你不说我痛得 因为相逢 苦过笑过 将往事尘封 苦过还能在日出 是生气 无面就不会痛 往夜里凋零 如果能在沉默前拥抱你 故事结局 又两尘没几 你我相逢 是命中注定 最新又没有新的情况 没有呢 有的话我会告诉您的 我想让你注冻一点 不管有没有 每个星期最少 要给我带一次的电话 好的 我知道了 我开门 我会儿一尝 让你来 我留在这地方 我都不会 怎么了 让你来 在这地方 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们先看看吧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从来没有后悔自己爱过你 但是今天 我很好悔 秦岸 这份恒之外貌和明顶集团的合约是假的 你凭什么这么说啊 因为在去年三月 恒之外貌和明顶集团签过一份合同 后来合同取消了 再后来明顶集团在五月份 和简安外貌签成合同 这里写着的是 明顶集团和恒之外貌是去年一月份签的月 对 她们改成一月 因为一月份的时候 我还在恒之外貌 也就是说恒之外貌为了告你伪造证据 只有这样 她们才能证明 是我抢走了托尼这个关系 那托尼的证词很关键了 现在能找到托尼这个人吗 为什么 其实找到也没用 因为托尼也在准备起诉我们 怎么所有事都对到一起 喂 您好 简爱外貌 简爱 托尼找你 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找您 但怎么都联系不上您 我还以为 还以为我有意夺着你 没事 非常抱歉 因为最近一直在外跑 一点闲着的时间都没有 没关系 我是想说 关于那批货 先不说我那批货的事 说一下你的事吧 我听说你最近遇到一些麻烦 是 这个麻烦 跟您也有关系 恒之外貌指数了您 他们伪造假合同 说您之前是他们的客户 被我给挖走了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 您来中国发展之前 我早就离开恒之外貌了 我早就离开恒之外貌了 我有什么能帮忙吗 您愿意帮我 我这辈子最乐意就是做人 那您能够帮我出庭吗 如果您把整件事情都说清楚的话 这个案子就了结了 没问题 谢谢 但是 我们之前的事是不是 也应该先了结一下 那批货的赔偿还没有结呢 你是拿这个当作作证的条件 很公平吧 可这是两件事情 在我们生意人来说 很简单 不管几件事 都是生意人 如果我按照你说的去做 那我就是在收买证人 这是要最佳一等的 监少姐 现在你面临两个关事 那么两个都输 然后赢一个 输一个 聪明人 应该知道怎么选着 托尼现在不愿意做证人 如果这样的话 这件事情还能有转机吗 除了托尼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人 对你跟恒之外貌的关系 比较清楚的 能够作为人证证明你的清白 我呀 你跟我的关系 人家不会相信你的 是啊 那李一鸣呢 李一鸣跟恒之外貌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说话也没有分量 那就找袁月张明他们呀 虽然他们知道真相 但是毕竟他们现在 还在恒之外貌做事情 就不要为难他们了吧 那就为难自己呀 你好 我是保险公司的 来核对一下单子 不是才核对过吗 我们老板就这样 您知道的 上次来的不是你吧 我刚进公司 你是哪家保险公司 紫水保险 我们和紫水没有合作 请您出去吧 先生是这样的 我们先紫水公司 请您出去 不要影响我们公司 你出了一下新的那个优惠账 只要给我一分之间 我马上给你解释 我一分之间都给不了 这些卖保险的 就这样拉客户 我真的讨厌 你好 你好 我是优惠级公司的李一鸣 有什么可以帮你 是这样的 那个我们老板说 上次报险的时候啊 有单证不全 还少一份事物禁定书 这个不是都给你们了吗 麻烦您再找一找 最好是有原始几单的话 最好 好 应该都在 谢谢啊 进来 把门关上 您找我什么事啊 我拜托你的事办得怎么样 您放心 那些纯党现在在哪儿 已经在他该在的地方了 谢谢 这托船的确出无事 但是有惊无险 只是货汤进水 关键现在托尼他买的保险是一切险 所以这个货物在海上进水了 保险公司是不赔的 但是托尼不甘心 非说咱们的服装质量有问题 想把损失摊在你头上 他就是这个意思 以后咱们再也不要跟他合作 托尼这个人呢 就是个贱人 那 他的钱我们是不是一分也不要赔了 这钱我们可以不给 但他肯定不会给我作证了 恒之外忙那边 还没有想到别的对策 两百万 我们去哪儿弄那么多钱呀 没事 这大不了 我再卖此场 大家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吃饭吧 吃饭吧 我刚叠好的 我给你再叠一下不就完了吗 我刚叠好的 吃什么 我叫我找肉 不错了呢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看这个 怎么了 这是什么 这不是衣服吗 英文 然后呢 这个英文啊 是日本歌手余多天光 在一九九九年三月份出的专辑 发出到了我里面的歌词 我猜啊 这个设计师一定是余多天光的粉丝 所以把歌词都印在了T恤上面 来 恒之外貌它交给法院的证据是说 他们是一九九九年一月份签的这个合同 这个合同附件里还有这件T恤的样品 难道明鼎集团的设计师能为你先吃一月份 就知道了三月份的歌词吗 还真的吗 真相只有一个 恒之外貌的合同是没造的 李一鸣 你真的太有两下子了 那是 当年我在学校里拿的随身语 那可不是白玩的 是吧 我觉得好崇拜你啊 真的 那 那我觉得 我们是不是应该 应该 是吧 庆祝一下 庆祝 庆祝 庆祝你个鬼啊 庆祝 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解决了 一下子两件事情都解决了 来等啥子 吃饭吧 真的吗 筷子都掉了 如果这是真的话 那真是老天爷都在帮我们 没办法 我简直不敢相信 优秀的人总是这么优秀 你看看 证据都在这儿了 我当事人的态度也告诉你们了 我需要和林先生再商量一些 好 那我就不打扰了 后续有什么需要沟通的 直接联系 康祝 好 慢走 连长 对方提出的证据 可以说的十分有亏 我们下一步 可能要重新考虑 挺好的 什么 你稍坐 打个电话 喂 Tony 是我 简爱外貌那桩官司 我准备撤诉 为什么 问你设计师吧 有没有 回来 我去哪里 很是啊 我满家 我来的 都没想到 那还要 我来的 去哪里 先生 这是您的账单 你们搞错了吗 我根本没点解释 那边那位女士说 她的账单由您来买 你这个单为什么要我买 你的单不也让我买吗 刑传记录表 事故检测报告 出现证明 定损单 还有事故当天的天气预报表 对了 我把样衣放在海水里浸泡了半天 衣物的变形缩水程度 和色劳度衰败 跟你发给我的报告一模一样 好 这带我们 服务员 你们这最贵的酒是什么 我们这里 不用说 直接上 再来一份最贵的菜吧 两份 好 你稍等 好 那 杰少姐请慢用 朱先生 我可以让工厂加班 在十天之内 帮你赶出百分之二十的成因 那费用吗 我来担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的伙伴出了问题 我帮着承担一部分 我觉得这很正常 我帮着承担一部分 但是前提是 他也把我当成真的伙伴 好 我永远都是你的口 Cas 我永远都是你的口話 姐爱 别担心 我不用银招 同样银招也伤不到我 我来是要告诉你 你一直想拉拢的头膜 Tony刚才通知我 准备跟我签订长期的合作协议 你还有什么银招 继续使出来吧 我很高兴 你比我想象中 要强得多 我还会更强大 我等着那天 当然我也要谢谢你 那么卑鄙 才能让我彻底地拜托你 对 我跟简大已经签约了 所以以后 我们所有的中国生意 都通过它的公关公司 你还说什么 什么 你还说什么 对 对 我跟简大已经签约了 所以以后 我们所有的中国生意 都通过它的公关公司 你还说什么 什么 对 对 我听你说你要跟简小姐做商议 是简爱的简吗 是 怎么了 你脑子有坏吗 说什么呀你 我让你办的那些事 办了 他俩不是老散法庭的吗 林横志已经恨他有无骨了 简爱恨他也不浅了 还怎么样了 那官司结果 别问我 结果你问林横志 那为什么非得要跟他做商议了 赚钱啊 天底下有那么多公司 难道只有他能帮你赚钱 他性价比最高 我跟他合作最省心 最放心 好吗 明白吗 他是我的敌人 这世界没有完全的敌人 也没有完全的朋友 懂吗 最重要的是保护住家 我是你唯一的妹妹 为什么你永远不想起我了 我怎么不想起你啊 我那么冰冰赚钱 不是为了家 不是为了你吗 你也有份的 你只想多少钱 你只归人性 你只归人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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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但是林总让我寄了一包东西给家 什么 那要是上次托尼没买单呢 他买单呢 就证明他还有悔改 我跟他还可以继续合作 他要不买单呢 那就跟他一倒两顿 后面也就不会再帮他了 原来是这个道理啊 这哪寄来的包得这么紧 我这儿 横之外吗 什么呀 这不是 有了这些证据 就算上法庭我们也不怕了 可惜人家撤诉了 用不上了 不管怎么样 也很谢谢这个人 谁呀这是 不知道 横之外貌寄来的 没有名字 你还没关系 肯定是里面的工作人员吧 要不然也不会拿到这些 袁月月还是张明吧 不管是谁吧 我还是很想见到他 当面谢谢他的 老明 老明 嗯 这次回来什么时候再走啊 开完会就走了 现在你跟林晨生的业绩 是相差多少 不想上下班 那怎么办呢 拼了 聚联 我要见你 不好意思 我今天有事 走不开 不行 今天必须见你 我们会抱歉 聚联 我只能待十分钟 5点要跟集团开会 7点跟部门开会 9点还有个客户要见 你和健还到底是什么回事 这是我的私事 你认识她都失去了 你终于为什么要给她 谁告诉我 给她 就算你们分手了 她还会在你的心里吧 对 就对 我们约定好的 对对方的生活互不干涉 好 如果我想要聚联 别任性了 等 你什么想要 我不想要什么 我 我只是想让你忘记她 好吗 对不起 走不走 有恋爱的 小姐走完 姨姨没回来 红军 你打算怎么做 无所谓 无所谓 集团股票已经跌了五个点 你居然说无所谓 明顶集团已经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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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误会 我建议 下午我们搞一个发布会 对 我跟杭志处来强行一下 安抚一下 好 好 我去跟董事长喂报 好 你们打算怎么做 要清静遥远 必须林航基跟朱利亚出面 是 你尽快了 五十开战之前 不然被所有影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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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大概就是这样吧 希望大家帮忙澄清一下 为什么姿朱莉莉行 今天这个说法 不许多说了 当时朱小姐的经续很受印象 一声间以她经养 所以今天由我和朱先生 替她替朱莉行 详情 婚约朱小的谣言 李林 您有什么感觉 她们两感情很好 但是我们有段述 他在中国全的时间 而在女士们有继续 跟朱罗旭 那么他们就关了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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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这样的 完全不是真实的 虽然他们常常分隔两地 但是他们常常见面 一点都没有问题 他们感情一点都没有问题 先生 女士 杨 einer租电ė 不算声 那是正确的 为什么要继续交易? 什么? 林!林! 你听到的面子吗? 你多久有犯罪了? 你知道这是一个罪吗? 你什么想说? 都是我的问题 你知道你自己家干什么吗? 谁让你的都不在乎我? 为什么不是这样我跟我相拉制造纸状? 你这么大人吗? 我这样这么干,我就怎么干? 对,你是大人,我管不着你 有人能管你,自己听 谁的电话? 你爸 爹地 你竟然敢善机取消和林家的婚约? 谁让你这么做的? 我不想跟林恒哲结婚了 这次人不到你做主 你听我说 行不行我取消你的金座基金? 大姐,你听我说呀 阿长把事情给我平气了 我 你告诉我吗? 需要吗? 你搞得明顶集团,整个股票都跌下来了 全个加拿大都登看了 还看不到吗? 还有我高中吗? 还有啊,方小姐应该在上面等你的 你自己照顾吧 好,方小姐 嘿,朱莉安 坐坐坐 你跟恒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好好的 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 方小姐 我 如果说 恒之他有做对不起你的地方 我代他替你道歉 这 这个跟你没有关系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他心里还有一个别的人 谁? 就是那个 新建的那个女生 简小姐 简小姐? 对 哦 哦 哦 好 如果是那位简小姐的话呢 我觉得我要负绝大的责任 我想起来了 当年 恒之跟我吵了架 然后跟他爸爸赌气 就一个人呢 跑到中国去说要开公司 到了那边之后 就自己一个人 无亲无故的 真的过了一段很艰苦很艰苦的日子 我相信如果是 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 简小姐 趁虚而入的 也许吧 可是 我 我看过那位简小姐啊 跟你完全完全没有得比 真的 再说 你跟恒之两个 非常非常地般配 我跟他爸爸都喜欢你们 都支持你 你们支持我没有用 怎么会没用呢 你知道吗 恒之他这一辈子最听的话 就是听我的话 还有他爸爸了 所以说呢 只要我们父母认定了你 他绝对是会答应的 他的心里全部都在这个女生呢 你误会了 你知道吗 恒之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 他不想这么绝情 他在他最艰苦的时候 是那位简小姐一路陪伴她的 你懂吗 他亲口告诉我 他不会忘记这个女生 我觉得啊 你是在越逼她 她就越反击 你知道吗 我在我认为啊 她心里面真正爱的那个人 根本就是你 是吗 当然了 你看啊 你在这么多这么多的记者的面前 你诬陷她 她有跟你喷过半句吗 有反驳吗 就是啊 还有她的哥哥 知道了这件事情 让她立刻辞职 还要跟你哥哥决裂 她自始至终 都没有说过一个不字 她都觉得是她的错 这是为什么 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包容你 包容你就是因为爱你啊 可是 我把事情弄上健养了 没法受伤了 不 恒之 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人 虽然她的表面是很冷 个性很硬 可是她内心深处 是很善良 很孝顺的 而且是重情重义的 有办法 老咪 我到了 你在什么位置啊 窗边 对不起 对不起 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 你还没有做什么 但是我伤害了你 其实 你不能做什么 因为 我爱上的你 朱莉 谢谢 对不起 圣诞 看起来 对此 对这个 和 两个联储 各個联储 绘义 为了百分之四 有100协约 但 无论 一组 亮 那ジャ Sans out, I'm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我何都何能啊 你知道,黄小姐说 你最爱的人就是我 我不信 我只知道 在我身边对我最好的人 就是你 我什么也没做 虽然 你不爱我 但是你真正的会关心我 维护我 你...你不需要回购任何东西 我也给不了你其他东西 所以 当我禁止了职业 我就是... 很开心,对吗? 正好你和简爱就可以在一起了 我和简爱 永远不可能一起了 我也是吗 他恨我 而我 反正一切都过去了 嗯 那我们婚约呢 如果继续婚约 让你很痛苦的话 你想取笑就取笑吧 你不想挽回 是为了你的家族 你的前途 我当然想挽回 但这事 我说了也不算 我说了才算 你说了也不算 但是 有一件事 我说了算 什么 我爱你 我爱你 朱丽 谢谢你 我 希望有一天你也能爱上我 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我有这个时间可以浪费 不值得 值得不值得 这是我决定的 记者已经得到消息 他们在外边等着 你通知的 我们出去吧 你想好了 你想好了 你的家族 还有我的家族 为了你的传统 为了我的传统 照片 服务员 你好 你们是换豆子了吗 没有啊 您觉得有什么不对吗 给我换一杯吧 好的 换杯摩卡 好的 您好您的咖啡 服务员 服务员 再帮我换杯拿铁吧 好的 监总好 干活吧 冰姐 都到了啊 回来了 不好意思啊 我这堵车 没事 我跟二娇也好久不见了 正好叙叙旧 冰姐已经升职了 是啊 我上个礼拜给艾米姐打电话 说现在冰姐已经是梁经理了 中坊外贸的经理不值钱 谁说的 想当年 邀请中坊外贸 当个茶水妹 那也要靠关系的 你不就是吗 那是想当年了 现在怎么跟你比啊 你看看你这儿 多好呀 还可以啊 我们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吧 不一样了 不过阿娇啊 你这个发型 是不是还能再变化一下 这都行政总监了哈 也是公司的门面 应该再做一个造型 我先见到 那我都在做一个造型 修炼的坦然 不管孤孤的平凡 被迫的善良 截图着遗憾 就算原谅 生命只不过是一场流浪 怎么反复陷入悲伤 总依赴他人目光 挥绝了自我的欣赏 不过是一颗星光 派遣到人海的平凡 自然的本质就是孤单 要懂自我欣赏 忙 忙着经历波澜 忙着积攒勇敢 漫长的灰暗 只为转弯的曙光 忙着规划日常 忙着应对无常 修炼的坦然 不管孤孤的平凡 被迫的善良 截图着遗憾 就算原谅 生命只不过是一场流浪 怎么反复陷入悲伤 从一副他人目光 挥绝了自我的欣赏 不过是一颗星光 派遣到人海的平凡 自然的本质就是孤单 要懂自我欣赏 要懂自我欣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